房价要涨了 房价要涨了 央行发布通知 央行发布重贯公告 央行连发三条新证 数套15% 二套25% 商贷利利不设下限 供给金利利下降 数套2.85% 二套3.325% 我们买房正是进入一个低属负低利利的时代 40年来最宽松的楼市政策 突有起来 我们调控了14年之久的限购政策 即将成为历史 经不兴起 意不意外 像不像一个大姑娘 以前死活都不愿意 现在突然不要你的财力 想和你结婚 你猜是什么原因 有人喊着你要跟你结婚了 你应该怎么办 央行发布的这条重磅公告 为什么所有博主的评论集 读骂声一片 究竟是史诗级的还是史诗级的 我们来探讨一下 5月17号 也就是昨天在1点钟左右的时候 中国人民元币发布了 关于调整商业性个人住房 商贷代款利利政策的通知 通知的内容总共就有三点 第一点 起销全国层面 数套住房和二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 代款利利 第一点 起销全国层面 数套住房和二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 代款利利的政策下限 这一点我是这样理解的 从全国范围内 起销住房商业贷款的利率下限 就是说什么价位你地方政府按照你们的实际情况办事 我们央行不管你了 个人自扫门前写 自行决定 按照字面的意思 理论上是可以做到零的 但是如果是零的话 那银行就等于没有利息吃了 但人家不是等于白做了吗 所以理论上是可以做到零 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第二点 从5月18号起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 代款利利0.25个百分点 这点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以前公积金的代款利利是3.1% 那么现在下降了0.25的话 就变成了2.85% 按照这样理解的话 现在100万公积金的房贷 30年差不多可以少还48500元 第三点 数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代款 最低属付比例调整为不低15% 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最低属付比例调整为不低25% 这点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买第一套房 这个属付比例可以不低15% 也就是说理论上 16% 17% 18%或者更高都可以 但是现在哪个领导会这么傻呢 现在房子都卖不出去呢 肯定是越低越好 越接近15%就最好 那15%就最接近15%了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 如果是100万的房价的话 那么你出15万 数付就可以上车了 第二套房呢 就是25万 央行呢 这个重磅消息出来之后啊 被很多媒体称之为史诗级的利好 首先拿到好处的就是故事 昨天的地产股 具体上涨 龙头股呢 都具体干到党体了 总体来说 你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首先下调数付 让你先上车 100万的总价 现在15万就能上车了 但是上车后 如果热供太高 那也是承担不起的 所以就直接降利息 把月供压下来 所以就有了第二招和第三招 公积金代款利息 直接下降到2.85% 二套房也被达到了3.325% 第三招是最猛的 直接取消了 数套跟二套的商业代款的利率下签 那如果是由地方政府 地方也能决定的话 那么商业代款是可以直接达到像公积金这样的水平 甚至更低 因为央行已经赋予了他们决定的权利 所以现在数付跟利息都已经达到了历史最低了 看样子 去库存的态度非常强烈 自从楼市不景气之后 利好政策就不断出台 但是楼市还是一直不争气 今年前四个月 全国新建商品房的销售总额是28,067亿 同比呢是下滑了28.3% 平均每平米的价格是9595元 同比下滑了9.2% 房价降了 楼也少卖了 所以这一次的重磅消息 先降属付再降利率 让那些有15%的属付能力的人先上车 从鸿杆层面来讲 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的一点啊 就是你怎么降属付降利息 但是总价是没有降的 所以就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在某些大V的博主下的评论期 哀红一片 所有人都沦陷在评论期 你看一下这些网友是怎么说的啊 我挑几个比较特别的 尤其是最后一个 说到最痛处 这个网友说 一个大闺女突然愿意降低条件和你结婚 你猜为什么 另一个说 但凡是说要复活的话 都是小白 宏观调控是逆珠奇的 政策越猛 政人越弱 越热反而会收紧 坚持一年 还有更强的政策 当你今年真买房了 你会发现房价是最高的一年 政策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们还不买 那就只能降价了 最后一个网友说的这段话呢 是传播的最广的 很多网友就直接拷贝 复制评论到别人的评论期 我也希望这条评论期 会出现在我的评论期 我也希望我的评论期 会比你们沦陷 这位网友是这样说的 我给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假如一百万的房子 以前公积金属付百分之二十 利率百分之三点一 需要属付二十万 贷款八十万 等额本金三十年 总共要还一百一十七点三万 合计一百三十七点三万 现在属付百分之十五 利率百分之二点八五 需要属付十五万 贷款八十五万 等额本金三十年 总共需要还一百二十一点四四万 合计一百三十六点四四万 便宜了一万块钱 人家早就算得清清楚楚了 为什么是二点八五 不是二点三五 不是二点二五呢 好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网友 究竟说的对不对 反正这个帖子呢 传到沸沸扬扬 每一个大博主的下面 都给贴了这条评论 这个问题呢 就留给你思考 这段话究竟正不正确 欢迎你到评论区讨论一下 你懂我意思的 好